瓜瓜乐中200万加宾室车得主首现身 5饭店员工集资一张就中 今年瓜瓜乐2000万超级红包 二奖首度除了200万元奖金 还加码送一辆宾室车 有5位饭店员工在年初二集资 只买一张就幸运中纳奖 今天特地到开出大奖的台北市巴德路 一定发彩券行赠送老板6600元红包 中奖者之一马先生说 平常没买彩券习惯 而且运气烂得要死 从没中过大奖 每次过年值班都有同事揪团 集资买彩券是手气 这次也是临时揪 他小出了100元 没想到真中了大奖 我是被他们打电话通知的 我以为他们在整我 另一中奖者柯先生表示 这次是5个同事集资2000元 分别出资500 400和100元不等 揪团的同事说 挑编号369尾数比较容易中奖 当时现场共有两张尾数三瓜瓜乐 其中一位女同事挑一张 纠团同事自己加码买另一张 结果女同事挑的幸运中大奖 有趣的是他们原本以为只中2000元 结果老板说要通报台财 他们还一头雾水 其实游戏就已经中了 然后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以为是2000块 老板才说 你们这是200加一台车 然后我们就很傻眼 然后就很开心很近 因为太突然了 我觉得不敢自信 那晚上睡得好吗 晚上蛮快都睡着了 可是隔天醒来之后会觉得 是不是作为一场梦这样 由于所有集资者都骑摩托车 因此倾向卖掉宾室车变现 再以比例评分奖金 初步估算扣税后 最高可拿302.2万元 集资者各自可分得30万元到75万元不等的现金 台财表示今年2000万超级红包 三个2000万投奖和五个200万加冰市车2奖 都已全部开出 百万奖金则还有机会